而尽头回到瑞水乡 瑞水乡贺岗村家户聚落十分散 使得贺岗二段住户几乎是没有自来水可以用 特别向村长、乡代表们来澄清反应 并且也在今天邀请了台水以及县政府等公部门来共同献看 台水评估了水泉取得盐管成本浩大 矿日费时超简易自来水的方式来争取改善 会比较容易执行 成效也比较高 住家聚落分散的贺岗二段近十年来不断承情反应 希望台水进行盐管 让当地住户都能饮用安全的民生用水 南下协调说明了台水公务客业务承办员 图文并茂地向住户民众详细说明 每一户当然要把钢管买进来 不然我在省道上他们还是不能接 他要花很多钱来接 所以我们那时候再连支线都规划进去 对那所以我们要3.3公里 然后我们要一座的配水池 那我们那时候规划是要2200万 对然后那时候户数要37户 对如果就就从这一个位置 然后这里 对对对对 当赫岗村193县北端住户聚落分散台水评估 从自来水管沿管到支县等工程经费 概股要花上30千万元 已经超出了台水每户60万元的限制 余会包括了瑞瑟村长吴万德 何岗村长于昕德 相代表林玉芬 县府南区中心副主任周玉梅 及县府相关处事人员等 也集思广义提出改以 检疫自来水的方式来解决 接管 那当然如果说这个部分是由 检水来规划 然后照自来水的规格 到时候我们这个部分经费 就直接接的不要少 委员会的一个主持的 一个成立的这个部分 我们这边就只完成这两个工作 就提到1097号 由于争取自来水盐管工程成本浩大 另外包括了水源水路权 盐管以及用地使用权的取得 等作业繁杂 旷日费时 面对民生用水的供给 不能等的困窘 台水等现场会刊讨论后 一致同意 就朝设置检疫自来水的方式来解决 由住户聚落成立 检疫自来水管委会 来推动争取 希望能够尽快解决 民生用水的问题 记者是玉兰瑞穗采访报导